大家好 我是陈小瑜的受工老师樱桃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款包包的缝制 那么缝制之前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是有赠送一个桌垫的 然后在桌垫的下方是有一个刻度尺 就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刻度尺呢是为了方便我们凉线 那么我已经把皮料图放在了页面上 皮料图上不单有皮料的编号 另外还有我们每个步骤需要用到的落线长度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皮料图来给皮料编号 就像这样子 最好呢我们是需要贴在我们皮料的正面 怎么区分皮料的正反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正面 正面的纹路呢是比较深的 而且孔位呢就是比较清晰明显 那么背面呢就比较光滑 然后孔位呢也相对小一些 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 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贴在皮料的正面 到时候我们缝制的时候就可以分辨到底是正面还是背面了 第一步我们先缝制九号皮 这样子圈起来 缝制这一排孔位 那么缝制这一排孔位呢 需要用到40厘米长度的落线 我们根据下面这个刻度尺去量 40厘米 就这样子 缝制用到的是双针缝法 所以线的两头都需要穿上针 这时候呢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把线穿过针孔 然后拉出来一小段线 接着用针从线的中间穿过 就这样 然后把线拉过针孔 再拉紧长线 这样一边的穿针就完成了 第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拌好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首先把这里对折起来 然后用腌尾夹固定一下这个位置 因为夹的教程呢 以及放置在我们的页面上 可以点出去看一下 我们是有一个小视频的 这样子夹起来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痕迹了 用针穿过第一个孔位 然后下面的针从第二个孔位穿到上方 接着上面的针从第二个孔位穿到下方 记住在缝制的时候呢 线的两边要分配的一样长 就这里一样长 因为是双针一起缝的 如果一边短了的话 到时候缝制一边没有一边还有的话就不太好了 接着我们再重复这个步骤 下面的针从第三个孔位穿上来 要注意的是针从下面穿上来的时候 这里放置的方向要一致 像这一边是放置在右边的 那么这一边也要放置在右边 然后我们继续交叉缝制 就这样子 我们下面都是用到这个交叉缝制来缝制的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烟尾夹去掉了 然后接着缝制就可以 这个部分已经缝制完成了 那么缝制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收尾了 收尾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往这边已经缝制过的地方 倒回去再缝两张收尾 在这一边 所以这里缝的时候一定要扯紧 然后上面的线穿到下面 好了 那我们已经缝完了两针 然后我们在里面把线剪断 不要留出来一点点线头 接着我们拿出一个不要的盖子 或者是卡片 把502倒到里面 需要注意的是 502使用的时候一定不能直接滴到皮上 就不能直接接触到皮 如果是弄到皮上的话是清洁不掉的 然后再用一根备用针或者是牙签 少量多次的把502涂抹到线头上 就这样子慢慢一点点的涂抹上 好了完成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接下来我们都会用到这几个步骤来缝制 缝线身尾都是一样的 那么下一个步骤就是把我们的10号皮和17号皮 还有9号皮缝制在一起了 我们的10号皮要缝制在9号皮的上方 这样子重合 先从底部这个大孔这里开始缝制 就这里是有一个大孔的 我们刚好是对平这里重合的地方 这样子重合缝制 缝制这一圈需要用到110厘米长度的拉线 凉好线穿好针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那么凉线的步骤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首先这里是三层皮开始缝制 记住两边的线一定要对齐 缝制的时候孔位一定要一对一这样子对齐缝制 如果没有对齐的话后面就会对不上了 我就先给大家示范到这里 然后缝制到我们中间这两个大孔呢 这里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 到时候收到手的时候就会很明显了 那么缝制到这两个大孔的地方呢 那么我们就去把17号皮这样子穿进来 穿到中间 然后把它叠合一起缝制 这样子重合 交到这两个大孔 刚好是对平大孔这里 重合起来缝制 这样加进来一起缝制 好了那么我们已经缝制到这里了 我们慢慢来一点点的来 因为这里缝制的皮绕比较多 我们就慢慢一点点的缝 注意一定要扯近 好哦 好哦 我们就先来整个大孔的地方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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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交叉正常缝制就可以了 这里收尾的地方我再重复一遍给大家说明一下 穿完所有拱位之后是需要倒缝两针的 这里倒回去 然后再穿出来 垂紧之后这里再穿进去 然后剪断不要留出来一点点线头 然后再涂上502 好了那么这里就完成了 接着另外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缝制起来 这里呢我们先把拉链给它拉开再进行缝制 然后缝制的时候呢我们随便找一个孔位开始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是一个圆形所以不需要特地找一个孔位 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孔位都是可以缝起来的 用刀的拉线长度跟前面是一样的 就是110厘米长度的拉线 然后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我先给大家示范几针 然后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就接着往下缝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先给大家示范到这了 那么这一圈也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缝制 就是11号皮跟14号皮 这样子叠在一起的 就这样子叠在一起 我们先缝制这一边 缝制这一圈孔位呢 需要用到80厘米长度的拉线 然后用到的是黑色线 就是同色的 就是用同色线的颜色来缝制的 这里用到的就是黑色线了 然后现在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排是不需要缝制的 我们从第二个孔位这里开始缝制 刚好这里跟这里是隔了一个孔位的 这边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就缝制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交叉缝制 好啦 那么我就先给大家示范到这里 这里我们就缝制到这个孔位就可以收尾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缝制起来就可以了 好啦 那么我们已经缝制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拿出1号皮和15号皮 15号皮跟16号皮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在左边 一个是在右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细一点的 这里是比较细一点的 这里就比较粗一点的 缝制的时候呢 15号皮就是缝制在左边的 16号皮是缝制在右边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这里 这里11号皮跟14号缝的时候呢 就缝制在左边 这个是在右边 然后刚好重了的地方 就是我们1号皮这里 这里这个大孔这里 是这样子对上的 就对平上面第一个孔位 我们缝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烟尾夹先给它固定住 因为它这个部分是从下面往上缝的 很容易就漏掉 所以我们先要夹住给它固定 固定好这个位置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样子对平 就把它夹起来 那么缝制到这里 就需要记得 这到底是在哪里开始了 那么这个15号皮呢 就是缝制在我们这边 左边这里 就对平 然后这样子一直缝制 一直缝制 然后中间是单独这里 单独缝制的 这一边呢 开头第一个孔位 就要对平这边16号皮这里 是要分平正法呢 然后我就先给大家示范 看几针 需要注意的是 前面这里一二两针呢 是需要单独缝制 就是这样子 单独 单独穿过去 然后缝一针 这个线比较长 需要慢慢来 就这样子 单独缝制 然后从第三个孔位 开始重合起来 然后我们缝还没固定住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这边手拿着 然后固定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这边手 用来穿针 就这样子 给它对齐 来缝制 这样子会更加的简单一点 注意缝制的时候 一定要扯紧 就可以了 那么缝制到这里 重合的地方呢 一会儿我再来教大家怎么重合分 那我们已经缝制到这个大孔 这个大孔 属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个孔位 这里需要加进我们的十一号皮 一起来缝制了 就这样子一起缝 夹在这里外面 注意这个 扭扣这里 是向着里面的 任何感动 然后缝制到这里 我们再加进来一起缝 好了 咱们已经缝制到这个大孔这里了 加进13号皮跟12号皮一起缝 第一个孔位 就是对平大孔的 然后扭扣是向着里面的 我认为对平大孔的 然后接着我们就往下缝 缝完所有孔位 我们再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部分就已经缝制完成了 接着我们拿出45号皮 把45号皮这样子重合缝制这一圈孔位 那么缝制这些孔位呢 需要用到170厘米长度的腊线 然后现在穿好针之后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再这样子 那么接下来就这样交叉缝制 然后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部分缝制完成之后 下面我们拿出1号皮 1号皮表现 另外还有我们的2号皮 把这两块皮缝制在一起 因为这里是有两排的 我们先红下面这一排 下面这一排呢 对平1号皮 下面这一排这里 这样子缝制 那么缝制这个部分 需要用到90厘米长度的纳线 然后线收好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就从上面这一边 就这里我们可以 稍微用一尾夹 卡住固定一下这边的位置 那这边从这边开始缝制 对平1对1反面对起 感谢观看 那么这个部分呢没有特别需要注意说明的 我们就一直这样子交叉红制 红制完所有口味之后倒红两根收尾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部分就已经红制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红制上面这一排 红制上面这一排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红到第三个口味 我们需要加入红色号屏在里面 就这里面 红到第三个口味再加入 就前面两个口味是必须要加入的 就直接红 红制这个部分呢 需要转到100厘米长度的拉线 现在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然后这里 再加入 15号屏 三层屏这里 就是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给大家看看 好那么接下来呢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缝制下去 然后缝到最后呢 我们再倒缝两针修尾就可以了 这里呢也是 后面两针是需要单击成绩的 缝制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下一个部分 把8号皮 然后2号皮这里 缝制在一起 缝合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2号 你要缝制在8号皮的下方 这样子 缝制对排行为呢 需要110厘米长度的烂线 那么两耳线超好针之后 就开始缝制吧 这里我先给大家续传一下 对边我们可以先用一间尾夹 打住固定一下它的位置 空心地的烂线 看能不能再说一下 空心地的烂线 对�로看能不能再说一下 这样子后就有了 空心地的烂线 好帅 、这样子的烂线 我先用一招部的呀 这下一个视频 那么后面我就不多说了 这边也是正常的 把它缝制完成就可以了 好了那么这个部分也缝制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缝制六号皮跟八号皮 这样子缝制这一台也是同样的 八号皮要缝制在上方 跟这边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呢 就直接这样子重合起来缝制就可以了 用到的蜡线长度依旧是110厘米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却放了 跟这里是一样的 好了那么这里呢也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一块皮放置在一边 然后拿出三号皮七号皮 还有我们的肩带 这个东西要用上 我们来缝制侧面 这里把三号皮跟七号皮缝制在一起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边是一边大一边小的 我们把小的这一边放在外面 就是这样 但是这样子重合的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把肩带上的这个方扣 一起扣上 这样子对着一下再穿一会儿 这样子扣上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扭扣动法 对平一下这里 它是正面还是背面 我们这样子对一下 就正面是在外面 就这里 不然到时候这里是改不掉的 要注意了 这边我先放在一边 总之这个部分呢 需要用到100厘米长度纳线 两号线插好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绳制了 我这里呢 先给大家示范几针 这里用到的树黑色线 需要记忆了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 就正常红制 红制完所有红围 倒缝两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相同的 这一边也是同样的 记住一定要先捋正 这一个肩带的部分 就我们先把肩带捋到正面 然后再把它这样子扣上 这样 注意是正面向着外面 就是这里有一个 这个刻度的 把它缝起来 好了已经缝制好了 这个部分 那我们下一个部分 就是把我们能缝制到 这块大的组件上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肩带 今天已经缝好固定好了 所以我们要先确定 这个肩带哪边去放在左边 每天是放在右边的 因为我们这个脚包是挂在这个扣上的 所以我们这个在背的时候 是斜跨 斜在右边 就背在右边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在前面 我们就缝在右边 就这个地方 就缝在右边 如果你想背的时候是背在左边的话 那我们这一个部分 那就缝在左边 正常斜跨是会斜跨 比较习惯背在右边的 所以我们这个呢 就缝在右边 那么缝制的时候呢 就需要注意 我们这里是需要这样子 重合在一起 六号皮要重合在三号皮的上方 这样 然后这里 叫开头跟结尾 都是需要左边的 我这里先给大家示范一下吧 那么缝制这个部分 需要用到的是180厘米强度的纳线 然后现在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啦 然后这里锁边就是我们穿到下面的这根针 要过两块皮的上方 从中从第一个孔位 再从上面再穿下去 这样子 继续绕一圈 接着我们上面的针 再重复一下这个步骤 要到下方 要到下方 然后再从下方穿到上面 这里呢 需要重复 两面 这样就会锁得更紧 然后锁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继续统制了 好 下面就一直往下缝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转弯的地方呢 就需要注意给大家重点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 中间 虽然它这里有一个空隙 但是中间是不格孔位的 就是这一个孔位 下一个孔位 就这里 最平 然后下一个孔位呢 就是最准下一个孔 这样 这样 就这一个孔位 最平的钢 就是下一个孔的钢子 中间就不格于一个孔位的 所以我们直接这样子 对平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装成这孔位就成为这屏 这边也是一样的 中间是不格于一个孔的钢子 不格孔位 就这里 一个孔位 然后直接就下一个孔位就分成这个孔位 然后呢 后面结尾的时候 我们也是需要锁边 针开头是一样的 腰过两块皮的上方 左边 锁完边之后呢 我们再倒缝两针回去 周围就可以了 这里左边已经多缝了一针 所以我们直接倒缝一针 这里倒缝一针 收入 简单再用502词上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 后面我就不给大家试看了 这么这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把它缝制起来就可以了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开头跟结尾 记得是需要锁边哦 然后 同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缝制这一边的时候呢 需要先把这个肩带这里 捋顺一点 然后再让它缝制起来 因为缝制起来之后是改不了的 用到的拉线长度 就是180厘米 跟前面是一样的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已经 缝制完成了 下面我们把这个 后上 拨在左右两边 再把这个小包 拨在肩带上 就肩带这个地方 然后再让它缝制起来 整个小包 谢谢观看